好 谢谢我们的方静神宝宝 再次的抖内 龙界先加油还有机会 下次台南市长一定是你的 好 谢谢大家的抖内应援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南台湾的屏东 屏东现场选举开票过程 这个有效票数引发争议 代表国民党出战的是苏清泉 他申请验票 那这一段36秒的影片曝光 我们来看一下 过程怎么只唱票 应该是要亮票 让大家一起看得到吧 就没亮票 昨天晚上呢 在脸书这个报废公社 屏东人新闻这些社群开始流传 日落唱票都是三号周春敏 但是呢 网友就开始质疑 你不亮票是合理的吗 这样有符合选 这个选务程序吗 网友也觉得 这个投开票所的人员便宜行事吧 票可以这样开 这样也开五个小时 好 屏东县选委会表示 这个是东港国小194的投开票所 工作人员唱票之后的程序 有作业上的瑕疵 不过当时候 苏清泉周春敏的阵营都有派人去监票 如果有异议 应该当时就会被提醒提出 以后会加强选务人员依法程序作业的训练要求 那国民党则喊话中选会应该要立即启动验票 我们来听听中心权的原话 我要这里要肯定我们基层的选务人员他们真的辛苦了 那针对这个选务人员流传出来的影片 这是事实哦 然后开票 有的人说是严重的违法 但是呢我们屏东县选委会就说 这只是一个瑕疵 我讲这就是民众对于选委会的不信任最大的原因 选委会不但不检讨和自身的选务上的问题 而且只想轻描淡写 昨天不是讲的信誓旦旦 完全没有瑕疵 正确无误 那今天又开始改口了 要民众如何对政府的信任 而且我看那个在唱票唱得很快 噼里啪啦几秒钟就唱了一堆票 都是周春明的票 那这么快的速度 我们屏东县为什么要开五个多小时 六个小时呢 选委会说 因为屏东县的票总类太多 所以是瞎扯 那你也比彰化 比嘉义 云林都还慢 所以选务有问题就应该承认 不要推东找西的一堆借口 民主政治是台湾的宝 不要被民进党跟屏东县党 全委会给葬送掉了 好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是呢 在开票的时候认为呢 这个选举有瑕疵 那重点是到底查不查呢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在开票的当天过程当中 大家就会看各个电视台 那依照惯例大家都会知道 每个电视台 这个因为计票统计的数字 速度不一样 所以呢 难免大家会有落差 但基本上呢 不会差到太远 因为这是正常的吧 然后电视台在开票过程当中呢 其实都会来自己计票 那三例电视台自行计票的票数 跟中选会公布的差距过大 被网友放大来检视 首先网友是说 在晚上五点半的时候呢 当时候中选会公布哦 台北市长候选人的票数 蒋万安3400多票 陈时中2800多票 但是在这个时间点 三例电视台他们的计票 哇就已经飙到 陈时中是376000多票 蒋万安当时候就是398000 9000多票 怎么会这么高呢 好再过了两个小时 到了大约7点42分左右 当时候中选会的数据 陈时中当时候是35万多票 蒋万安46万 但是三例的票数呢 陈时中停在37万 那蒋万安飙到了45万 那到底有没有所谓的 提前灌票呢 那对此呢 NCC查不查 NCC的副主委是发言人 温博中表示呢 那新闻频道的开票数据 应该要真实有所本 如果涉及违规的话 应该由选务主管机关来认定 那这么说来 NCC是不查咯 他是要把责任推给中选会咯 我们来看一下 那对于学者他们怎么看呢 因为NCC每次讲的话 都会让你觉得 什么意思 你这什么意思 你直接跟我说一句嘛 你到底查还是不查 到底有没有错误的地方 有没有需要改正的地方嘛 那首先呢 台一大广念系的教授 赖强卫 教授说 如果说新闻台灌票严重 误导候选人选民 NCC对于乱象 应该要表态 他提到了之前呢 电视台被指称 报道怪力乱神的新闻 NCC是怎样 直接开罚耶 而不是呢 转交给什么负责宗教团体的 内部政务来处理 所以呢 NCC不能双标啊 你这一次塞力的事情 如果你没有办法说明 计票的来源 也应该要做出相对的惩处吧 同时呢 很多学者也提到 NCC当时候在审查中天换照 哇 提出的疏失啊 一条一条都给我们列出来 那发生在其他轻率媒体 好像都不会怎么样耶 那这一次呢 大家就怀疑 到底有没有计票碰轰呢 民传的新闻系主任 孔令姓主任 他也认为 这一次三里的风波 应该要加强内部自律 那同时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现在NCC副主委温伯宗 他是不是整个责任 就推给中选会呢 三里开票 有没有贯成时中的 37万票呢 为什么在开票这么初期 就已经可以达到 三十几万票呢 那现在呢 孔令姓教授 主席主任也认为 三里的政治立场明显 是不是怕所支持的政党候选人输掉 所以呢 播报开票时 有操作 这样可能会引发大家的误会 所以呢 他认为这次三里的风波 应该必须要再加强内部自律 屏东县长选举开票过程 有情侣媒体将两位候选人 苏清泉和周春敏的票数 对调物质 引发重大风波 绿媒还搭上快报 说是计票员操作失误 中选会调查中 NCC回应若设违规 应该先由中选会认定 但中选会则强调开票 计票全程无意状 甚至说是媒体自行灌票 输失与中选会无关 蓝军质疑中选会这话 是公然指控绿媒造假 这间媒体解释是单纯的 行政舒适物质 但屏东开票还爆出计票一点 全无人员将宣票 放在桌子上整理之后 一旁唱票人员快速唱票 完全没亮票 跟正常开票会亮票一笔 明显有差异 这人一口气狂念 十几张周春明有票 但选票上圈的是谁 却完全没看到 资深悬物人员透露 工作手册虽然没写 需将选票展示 但宣霸法实行细则规定 开票应公开 投了几十次票 第一次看到这个事情 你们都该负责任 一个都被想跑 投开票的时候 根本没有按照SOP 已经是台湾普遍发生的过程 还给选民一个公道 不然的话 以后谁还敢相信台湾的选举 屏东县选委会则说 这是作业上的瑕疵 并未涉及不法 但网友踏罚 开票这种瑕疵可以存在吗 而且你民进党屏东选委会 根本公亲监视主 不是要宣布总领票人数吗 我们开完票才会总计啊 到底多少人领了票 为什么一开始没公布 要等开完票之后才能说 为什么屏东开票方式 和各地格外不同 蓝绿差距极少的屏东 爆发事实上最大的开票争议 实在很难度悠悠之口 记者西红如辰宜荣开票报道 全天候现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电解磁氯酸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 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 而且没有污染 儿童孕妇呢 都是很适用的 哪里可以买到水神生成精呢 就是上我们的快点购